你可以请你出去 出去出去 因为我们有个库房 我就说我去库房找东西 我进去蹲在那边 然后我跟你讲我做了两三次之后呢 我突然一台都 积极有话题的餐厅实境秀来吧 营业中无论是口碑还是收拾 都夺下了近期综艺榜单的冠军 轻松诙谐的互动氛围 也让六位节目中负责用心经营餐厅的 艺人热度高涨 获得了海内外粉丝的大量关注 这次就为大家分享五件关于 来吧营业中你可能不知道的幕后趋势 看看大家在毛火打理老吴的背后 到底还有哪些独家爆料吗 老吴在市营的这段期间 虽然团员们在多次的协调和磨合中 已经渐渐地培养出了默契 但餐厅的收入还是出现赤字的状况 也是必须在后续尽快解决的 棘手问题 我们支出还是蛮多的 我们支出是 太多了吧 但是餐费我们今天是17640 加酒嘴1180 在首应记者会上 团员们就说出了餐厅入不敷出的 真正原因 是出自于昂贵食材的选择上 严亚伦更是分析出了菜单上 各式的牛排费用 或许是导致食材成本加费的罪魁祸首 这是我们现在的餐厅是负债的 因为你食材都弄太贵了 你都花太多钱了 你醒了杨卫 你刚醒了 各位 家族不要怪我 真的一家餐厅的食材费用很高 你知道我们每一餐几乎都有牛排 哇 屁股牛排 战斧牛排都有 牛排 我们现在知道要怎么节省 好的 是出一些心得 是哦 对 经过了这些错误后 他们会加以改进 知道该在哪些选项进行有效的节省 妥宗康在节目上的店长形象深入明星 在营业预见的各种突发状况 他都能用温暖且包容的方式处理 就算团员闹得不可开交 只要大哥一出马 大家就能马上冷静 而大获观众的好评 情绪格白心里面 我们现在在做生意 客人已经觉得你们很烦的 所以就包括闭钱 但在访问节目中 妥宗康就有稍稍抱怨这档实境节目的公式过程 比起需要工作12小时以上 却还是活力满直的年轻团员 妥宗康有时还是会忍不住的跑去偷懒 但却在一次的休息时意外的发现制作组的埋伏 而又必须乖乖回到岗位的趣事 你啊那躲起来机器有跟着拍吗 没有我就躲到机器找不到我的机器 因为我没有一个库房 我就说哎我去库房找东西 我进去蹲在那边 然后我跟你讲 我做了两三次之后呢 没有发现吗 没有我突然一台都 那边有一台隐藏的机器 然后我就乖乖出了 古灵精怪的鬼鬼在节目里 可说是情绪最大起大落的团队成员 抓码的收视高点 大多都落在她的身上 其中就以鬼鬼和姚元浩的参盘对决 把场面一度搞得火爆又尴尬 播出后成功地掀起了网民的热烈讨论 也被网友评论为最适合做真人秀的女人 当被记者访问谁最难沟通时 大家都一直认同是团队中唯一的女成员鬼鬼 这个问题哦 我不能用言语来表达 用言神 身上就是白色跟橘色的朋友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她的个性吧 因为她是事实做 所以她是很多事情她都只来自来 你年轻的时候跟我一样吧 因为你也是你同事 对 然后呢 就是在很多事情上面 就是我觉得在情绪的表现上来讲 是比较直接一点 严亚伦也指出了鬼鬼 不管是上哪个节目 几乎都会跟人吵架的谜团 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姚元浩 也当面搞笑开枪 直接拿鬼鬼开刀让现场大笑 搞得鬼鬼震惊之余 还要连忙为自己辩护 你没有发现她到哪个节目都会跟人家吵架 对 为什么都会哭 她已经没有梗了 她就是剩下这一只 哈哈哈哈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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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惯犯的 不是不是这样子的 真的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太太狠了 这个没有办法这样塑造的 我不可能说我现在被你们访问 然后我就就哭 我就哭 我真的没办法 我一定是我的情绪悲伤到点 或是我委屈到点我才会哭出来 我承认我 会不会委屈到一个点 然后自己突然变两颗 就变腮红 对 不好意思 哈哈哈 鬼鬼在厨房内与姚元浩发生严重口角的桥段播出后 除了获得了大量的讨论外 姚元浩对鬼鬼的态度也出现了评价两极的声音 支持的网友认为姚元浩严苛鬼鬼在厨房越界的行为合情合理 也有人认为他不顾女生情绪开思的做法很不等 姚元浩也趁着话题热度在IG上传了一小段的自嘲片段 这次由歌手李九折模仿鬼鬼在节目中闹情绪的画面 而这次姚元浩还在视频里加上了请出去 让网友们大赞太有梗了 你可以请你出去 出去出去 你们都叫我出去出去 身为付出的杨明薇在节目里的镜头 并没有其他团员多 在厨房内协助主厨姚元浩的她 目前看下来也是存在感较为薄弱的一员 在记者会中还被调侃其实是来打混的 当场被刺的杨明薇一脸尴尬 还被记者紧问自己对节目究竟有什么实质的帮助时 给出的答案也没能让人买单 都是诸葛亮好不好 所以我是打混的 没有你也是诸葛亮之一啦 真的打混的是杨明薇啦 没有你不看播出就知道我没有打混的 因为你节目中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 很多帮助 我在节目中帮大家解决很多问题 因为我是比较冷静看待一切发生的人 所以我可以用一个客观的立场去分析 就是谁对谁错或者怎么样去解决 虽然好像我很常不知道在干什么 但其实我都在观察 而且我真的叫我做事的时候我也都有做 你这个完全大智若云 对 什么意思 大智若云你不懂 怎么样就是 就是很有智慧但是别人看不出来 真的吗 真的看不出来吗 看者应该是很聪明的 这才是厉害的啊 以上就是这次来办营业中的幕后内容 随着老吴正式开张营业 相信在后续会有更多惊喜 让大家看见艺人们的真性情表现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订阅 按赞和分享 我们下个影片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